既然把自己捧得这么高 我们就看一看 大戏马上开始了 你们这些人得改一下 这个就不是在职场里面 就很简单 就是你们两个闺蜜都喜欢她 都喜欢她 然后你装傻 你不知道谁喜欢自己 然后你们是三个人 正好在咖啡厅里面一起聊天 但是你比较偏向于喜欢贺东东 此时你跟谁都没有确定恋爱关系 这里面的这个词就更多了 来 开始吧 我给你点了一份那个奶茶 就是你比较喜欢喝的 其他的水果要不要吃一点 好啊 你做主 那个姐姐 我最近她感冒了 不能喝那种 是吗 你感冒了 不能喝凉的东西 她那个昨天跟我打电话 她说的她感冒了 她没有跟你说吗 对 她不能吃 她不能喝那个凉的 那就换一个吧 我再去给你换一个 对 那个蛋糕 可能也不能太吃 那个甜的不太好 对 喝点喝水啊 我刚刚叫了一杯热水 对 那服务员还没上来吗 这好卖啊 还好 这个蛋糕正好是我喜欢吃的 对对对 姐姐你喜欢吃蛋糕对吗 你等着呢 我们都喜欢吃这一款蛋糕啊 他们家这款蛋糕升级了 那你不要吃了啊 我自己先吃了 我还叫了一个那个果盘 可以吃水果 水果的那个补充卫生素 你们俩喜欢的是个白痴 连个甜丝都干什么 你懵了 然后没有忘了自己是谁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这是 你看一下嘛 无事 这是上次啊 我们一起聚会的那个人 你看他搞不搞笑 他居然在朋友圈 摔这种东西 其实 是蛮搞笑 其实东东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 你有没有觉得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 我们很有过去 我觉得有时候 我们三个人在一起 很奇怪有没有 不是 我 东东我想跟你说 因为我们就是 我们两个比较 要不就你们两个聊 要不就我们两个聊 能不能不要在我跟他讲话 不是 没有啊 不是这样 是这样的 东东我一直想跟你说 要表达了 我是谁 我在哪里 吴胜 东东 你 你 你 怎么了 麻烦你可以让我和他 好好地说句话 不是你叫我过来的吗 不是你打电话 叫我过来吗 我今天叫你过来 我是想你做一个见证 我有话想说 但是我想清楚的 不是对你说 你明白我意思吗 你明明知道 我一直喜欢你 你这样很伤害我的 你知道我喜欢 我们是朋友 我喜欢你 那你不知道 我喜欢你吗 你知道我喜欢你 然后打电话过来 让我见证 你们的爱情吗 可是我 我觉得我们是朋友 所以我今天希望 我们不是朋友 你没把我当朋友 如果你把我当朋友 你就不会这样伤害我 我不难受吗 好 好 我要告诉你 好 是大量的玩家 求你了 想不上了 想你了 给我两分钟 两分钟以后 我再对你说 这样 吴胜 我喜欢你 吴胜 我觉得 我喜欢你 今天的这个机会 不适于表达 因为如果你真的喜欢我 为什么拖了这么久 然后你要跟我表白之后 把他打电话叫出来 我 我以为你们是好闺蜜 所以我 我以为他今天会祝福我们 所以 我就想告诉你 我喜欢你 你告诉我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好闺蜜 你喜欢她是吗 为什么你 一直跟我说 你不喜欢她 因为你喜欢她 所以那你现在 当着她的面语 说你喜欢她 这么多年 你一直在骗我是吗 因为你喜欢她 我不想伤害你 你忘了你来北京的时候 你什么都没有 是我接待的你 所以呢 你让我报答你什么 把我喜欢的人让给你吗 可以让给你 拿去好了 如果他喜欢你 他也是你的 首先 他不是什么东西 所以不是拿来拿去的 他有自己的选择 我是谁 所以你想跟我说什么 让我报答你什么 我感谢你 来北京的时候 我没有地方住你 收留我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 我们三个人都是好朋友 我想跟你说一点 也许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我想告诉你 是 我觉得你很好 但是我真的是把你当一个好朋友 你干嘛呢 还不回家 老孩子不管了 我觉得 渣男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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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说一下自己的感受吧 自己点评自己 我觉得我 我跟陈希比起来 我还是有戏剧冲突 陈希 台词都念不对 名字都念不对 还好意思说自己是演员 我觉得我跟陈希比较起来 我刚才还是有戏剧冲突的 你没有戏剧冲突 你就是一个棍子 两个女人在生一个棍子 最出彩的是猪涛 我说一下海燕吧 海燕还是有戏的 他那个就是他在 就是能感觉得到 他的生活阅历不是那么的充分 还在演戏的时候 对生活原本场景的还原和情景 可能我觉得把握的 不是那么的到位 比如说对一些 这个戏剧冲突的内容的加料啊 对一些实质性的 这个环节的这个挑起 这个波澜没有 但是呢 眼神当中是有故事的 上戏比较快 眼神刚才是有泪的 反正我请来上来的 都是留灯的 都有可能聘请你的 所以我让他们上来感受一下 会不会请你做他们的 这个抖音短视频当中的女主角 好吧 我让他们感受一下 待会他们会表态 谢谢你们俩 好